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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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認識的黃宜盛 可能是一個作家和藝文青 或者在電視台、電台做節目主持 以為日本對我來說 頂多像一般人般旅行購物 其實東京是小弟曾經生活過 打算娶一個日本女生 落地生根的地方 當初為什麼會來日本? 其實應該是六、七年前 離開電視台之後 就有點意興難珊 而且覺得那時候的生活 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想每個人到二十、三十歲的時候 總會突然有危機感 就是你不希望自己下半身就是這樣 你希望可以有第二人生 於是選了我從小到大很喜歡的日本 原本就是希望來到這裡 可以學習日文之餘 順便住以後不回香港 但誰知道你去旅行的東京 跟你在這裡生活的東京 是完全兩個世界 當我以為我終於可以離開香港 重過我的第二人生的時候 然後上天對我這個地獄黑仔王 怎麼會這麼順患 我一來到這裡已經中了第一個服 就是我住屋的問題 就中了招 所以我要找回當年我的好朋友 就是有份幫我找屋的這位Henry 我慢慢跟你介紹,Henry 我們一起去一個 疑似我們當年住的地方 一起懷變一下 但是這種屋,我住在地上的鑽角 然後那時候的屋 每個單位門口有一部洗衣機 然後也挺殘舊的 那一刻我是有點震驚的 我心想 我日劇式的人生不應該很美好 很燦爛,怎麼會弄成這樣 我們不如走進去吧 看看當年你幫我選的這個單位 有多好住 走吧,這裡… 是這個單位,你看 像… 就是… 當時你幫我租一個1DK的家屋 就是這樣 就是這麼小 就是這麼小 你現在才不好意思說了甚麼 但這裡跟當年相比 新鎮很多 我記得當時層次是這樣 所有地板當然不是那麼漂亮的木地板 很殘的牆壁 雖然屁股也沒有那麼好的採光 這裡黑咪咪咪都是牆壁 只有那裡有兩個小小的氣窗 那時候八萬多日圓 算起來也算貴 因為我十算的年代 是八千五元一個月租 對,對十元 對十元 對十元,差不多九點多 其實你租這麼多年都不會改變 一個LDK 大約那個位置也是八萬元 LDK的意思是 餐廳和廚房放在一起 對 例如LDK 就算是有住宅 沒錯 應該是 老實說 當年居住的最殘的1DK 有否殘忍過你幫我找那個 我一開始住的時候 當時是殘忍不住的 這些是朋友 等等,我把他拉出去玩 無論現實如何打擊我們 我們這些獨男總會找到 自我安慰的方法 沒錯 就來到我們獨男的天堂 抽葉園 我知道大家一定很疑惑 黃二兄,你別裝作 你應該很文青 很喜歡政治 最重要是政治 錯 這些只是你們的星斗市民 對我一廂情願的誤解 其實真正的我是獨男 我說你知道 坤哥這些叫魏獨 我這才是真真正正的獨男 今時今日我終於要出現了 小時候已經很喜歡日本動漫 來東京生活當然與此無關 可以擺脫咬紋雀字的文青形象 毫無架鎖地做一個獨男 是小弟每天求神拜佛的事 所以要不獨,一獨就要獨到底 去兩部咖啡廳 做一個真真正正的獨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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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簡直是那一種心跳的感覺 你好… 你好… 包場 我之前來的時候 這裡有很多宅男 通常漂亮的,我喜歡的 都是陪那些宅男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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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帶你主人一起玩 要就足夠嗎 好嗎? 好,開始吧 好,開始 好 好,開始吧 開始吧 是 紅色 這是萌萌萌色 終於可以喝了,玩了這麼久 口水乾 其實我原本想多點一杯飲 但我很害怕 他再跟我玩一次 那些不知什麼 萌萌萌的那些 我當然沒有了,保留這杯 我發現原來可愛是很累的 不好意思 我請你多久了 我請你多久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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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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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了, 起碼 再一次 起碼, 起碼 太好了, 這麼短 很開心, 很短 謝謝 謝謝 不如說真的 以前來的時候 做這些令人尷尬的動作 我覺得你自己做得不錯 但周圍有很多台人, 很多台宅男 很多台女僕服他們的時候 你見到他們做, 你的樣子是… 用不用?別這樣, 這麼糟糕 當你自己做的時候 你的自我感覺是極度良好 所以我明白那些 在旁邊軟觀的工作人員 或者電視機前面的你們 一定覺得, 用不用?黃兄 瘋了什麼?你有病? 你試試親身來這裡 你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 很好… 我一咕一咕, 沙啡沙啡 其實當年我來的時候 說真的, 人真的很多 而且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孩來到這裡 頭一百三十多歲的中佬來到這裡 心態上也很不一樣 如果你們的那些年就是那些那些年 我那些那些年就是這一種 請客 真捨不得了 沒事, 我先走了 請客, 請客, 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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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歡的鈕蛋, 要什麼沒有什麼 現在就示範一下 究竟我是否真的一個地獄黑仔王 來了 譬如這個 這個我想要的, 你看 這群人這樣, 每個人都骨骼精奇 我想要這個 這個伯伯 這個伯伯, 我在維園經常看到 我真的要做的, 究竟中嗎 給我, 伯伯, 伯伯… 是這一位, 不是我想要的伯伯 不如我再試一次 看會否中伯伯 好, 運氣就來 各位觀眾, 一、二、三 人尚… 就不注目了 然後還有這位 好 既然你跟我玩 我就把這些玩下去 lets you fight 拆掉 我就不信把其他都全都抽起 也沒我想要的 重複, 又出現了吧 我的命運中 經常會重複但又出現 你看 你看看,我已經有兩個一模一樣 我最高紀錄的地獄黑仔王 是試過連續抽五個 五個都是一模一樣 都是我不想要,甚至最討厭的一個 再試一次 3、2、1 三個,連續三個一樣 來了,你看看 三個… 地獄黑仔王挑戰失敗 你看看,你真好 在外國,天天游山換水 誰不想 但當年小弟是靠替香港雜誌 寫專欄的稿費維生 稿費有多少 撕個崩也要計算過度過 所以我最大的平民娛樂 就是游鐵路可 還專門選擇特別的站名下車 選擇零賴站 當然跟女神零賴堯有關 當時一個人很傻子來到零賴站 的確曾經有一秒鐘,只有一秒 想過會否真的來到零賴站 跟我最喜歡的女神零賴堯在這裡相遇 當然後來證實了 全部都是一個癡漢的妄想 只不過一走一走一走 竟然讓我走到一個零賴堯 和所有日劇明星都一定會經過 甚至在那裡上演過他們故事的 日劇必備場景 沒錯,你看到這麼開闊的環境 即是何堤 由N年前我未出生的金白先生 到很多譬如由長假期 或者是古美們的Liggo High 方川爆笑團等等 所有日劇主角一失意時會做甚麼 就是來這裡河堤坐半天 坐半天所有問題自然就解決 看著夕陽的話,個人自然可以很禮智 當年我也來了這裡 剛才和大家來到的時候 發生了一點點插曲 一來到的時候突然下著超大雨 我多怕失威,帶大家回來 突然下大雨,很沒風格 幸好那天其實不是真的不喜歡我 等了一會,終於夕陽來了 當年死坑死底,買了單車代步 為何踩不夠十次被人偷了 赤都肉埋 還覺得這裡的生活 完全不是想像中那麼理想 開始思考我的第二人生 是不是都會面臨失敗呢? 離開香港,又沒有什麼生活 你知道你追尋夢想要找新生活而已 你媽媽很支持你而已 也不一定因為這樣 而不用你給家用 家用照給,收入沒什麼,一闊三大 你猜是現在大家 去到六、七算那個年代嗎 來日本買東西這麼開心 我那個年代全部是十算的 便利店這些東西是遊客才去的 像我這些住在這裡的樹民 每天就在這裡做什麼呢 每天佈著,等 跟其他主婦一起在這裡等 欠了,欠了什麼呢? 就是等到每天七點多的時候 貼上這個半價半額的標誌 你買的就便宜很多了 如果你最初不肯等的時候 好像這些菜,我當年經常吃的 等等80日圓 再等一會 讓你多節省20日圓 變成了什麼?100日圓 這裡節省100日圓 這裡節省一半 這裡節省一半 節省一下就節省一頓了 這個過程當然不開心 因為每次在超級市場 都欠輸給家寧主婦 我在香港 其實我自己也會在超級市場買東西 但不用經常偶在這裡等它減價 也不用顧價錢 來到這裡,一塊錢就越撕越少 所有東西都要省著就著就著 跟我想像日劇的人生 或者我的第二人生完全不同 還在糾結,你知道日本廁紙很薄 究竟我應該多給幾十日圓、100日圓 買兩層的薄格廁紙 還是買一條很薄的廁紙 但要捲三卷才可以用呢 我每天就煩惱這些東西 但過程中,真的改變了我很多 如果不是的話 我想我不會變成現在的這個鵝 每次這麼節省,人都瘋了 有時就要好一次 去平衡窮友的生活 這間刺身放題餐廳 每次只派90張票 每人限食50分鐘 連日劇半摘直樹也曾經在此取景 這麼多種刺身 每次吃一件都回本了,對嗎? 不是這麼黑吧? 我想拿的那盤,剛巧被人拿光了 我又要再再排隊? 我又要再排隊? 請坐下,請坐下 請坐下 我走開了它才有 就是我以為要多繞一個圈 排隊很煩的 我還是拿一回合就算 最重要是吃剩真的要罰錢 是不是一種層層疊的概念呢? 你看,這些刺身飯在香港 隨便一碗也要一百多十 現在我倒到這麼高 也是一千一百日圓 即是圍起現在港幣 是七十多、八十元 哪裏找得到 好,我們現在開始吃了 還不錯 因為很多放題,可能將貨就價 那些海鮮都是便宜的 但這裡不是 它全部東西呢 大禮粉,又夠鮮 過來看看… 你看看這間吞拿魚厚度 拆子膠那麼好 在香港我沒有吃過 在日本那半年,我也沒有吃過 你吃一頓可能五、六百日圓 你應該覺得最足夠 所以今天我坐在這裡 好,有金蠔,直金蠔 沒有了的東西,我可以在這裡拿 敗街址 再次回來這個堪稱 難攻不落之城的小田完成 有遊戲機裡面 我最喜歡的武士造型 作為獨男,當然要角色玩多次了 不過做夕陽武士也有代價 但是這套衣服真是很重 還有些汗味 英雄人物出場之前 當然要吹響勝利的好角 吹不響 不行,不要太失威 真的吹不響 還不知之前是誰扔過 沒理由堂堂一個武將 一個夕陽武士 吹極的好角也吹不響 黑旋風,你來吧 怎麼會這樣, protesters 都要發光 這樣 不能遮瑤的 我來説替你 蔡台瓶 不,什麼聲量 而且回來這個小田園城 就是來這裡為了再次 被人狠狠地羞辱一次 你真厲害 對不起… 帶你出來… 當時人無聊失意的時候 就想找地方散心 我知道有個地方 距離東京過寧中車程 就叫廉瘡,是一個古刀 很適合人們去散心 尋找人生的答案 誰知道坐車站到廉瘡高校前翼時 突然被雙男這麼美麗的海運士吸引了 同時我覺得眼前的畫面很熟悉 但說不出什麼熟悉 於是就不管三七、一一 跳了下車才算 走著走著終於被我們在前面看見 原來這就是影響人生最重要的漫畫 男兒當日津主題曲音樂錄音樂 其中最重要的一幕 看到這一幕的時候 我整個人都醒了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我差點向海走過去 你知道人失意的時候 總是不知道為什麼會向海走 就是很重要的,謝謝入俊 謝謝井上鴻燕 謝謝藍球,謝謝Michael Jordan 你剛才看到 像羅編彭扮羅文記 《風雨》的音樂錄音樂錄音樂 你就知道能夠令一個男人 二十多歲,這樣走的樣子 通常都不是事業 一定是愛情 那時候… 人在日本的時候 剛好在香港的另一半 就說要分手 你試過就知道這件事有多活動 那時又不是可以隨便發訊息 你想跟他聊天或想招待你 也是很困難的 你又不知道可以怎樣做 你就每天到處走去想 想你究竟是決定繼續留在這裡 還是真的要回去,還是怎樣 那就走著走著你這個海邊 是…我知道你一定會問 你寫了那麼多愛情散文 寫了那麼多愛情書 整個愛情專家 發生這些事時,嘴巴都很濕 你解決不了嗎 是的,是能依不自依的 因為我經常覺得所謂愛情專家 就是整故專家 永遠就是…最後就是整故自己 所以有很多道理你明白 但心理上那一刻 你過不了就是過不了 你平時知道多少也是沒用的 我還打算再買兩瓶啤酒 然後慢慢說 這麼快一踢過又走嗎?又上車嗎 我想問 如果當初你問我 我剛離開日本那刻 我會告訴你 我的感慨就是 你的夢想最好不要實現 你喜歡旅行的地方 千萬不要變成你居住的城市 但無論如何都可以 我也挺慶幸有當初的經歷 因為尤其後來或近年 當我發覺自己有沒有不如意 或這個城市又令我很失望的時候 我都會跟自己說 與其你再逃避一次 倒不如你把那份勇氣和堅持 用在這裡吧 當然,如果你問我 為何其他人 可能他們回到他們以前的地方 每個人都很感動或感觸 而我的經歷為何像笑話一樣 就是這樣 有些人是童話,有些人是笑話 剛巧我來笑話,那就笑話吧 別忘了